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AI航阿来 我是AJ 这个频道会分享许多AI补助设计 以及行销的工具与方法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今天要分享什么 今天要分享一个很厉害的扩充 它可以让你在Stable Division 里面 非常容易的帮一个角色换脸 看完今天影片 你就再也不用每次想要创造一个角色 就辛辛苦苦的去训练LORA 大大的节省了你许多的创作的时间 那在今天的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朋友 请赶快订阅 并且记得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次影片的更新了 因为我的每一支影片 都会让你有所收获 那老样子 在我喝今天第一口酒的时间 请赶快订阅这个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今天喝什么呢 今天还是喝台湾金牌 哈啰 在Costco 颁了好几项 新年项也依靠他了 那就开始今天的教学 那我们要先安装这个扩充 那这个扩充名叫做LOOP 那我会把今天的课程的一些连结 放在下方的资讯栏 那你可以直接点击直接使用 那首先就是先复制第一个连结 然后到Stable Diffusion的Menu 然后一样的扩充功能 然后选择从网子安装 然后将网子贴在这里 然后按安装 安装完以后到已安装 然后更新并重新启动使用者界面 重启之后呢 点击第二个连结下载它 电存新档 把这个档案下载到安装资料夹 Stable Diffusion Web UI UX 里面的Instation 扩充的资料夹 找到刚才的扩充 SD Web UI Loop 然后里面有的Models 然后把这个档案存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接下来我们要安装一个程式语言工作集 Studio 2022 开启第三个连结 然后我们可以下载 它这边就会有下载的档案 直接选开启就好 那这边会要你选择要安装哪一些工具语言 那选择这个Python 然后下面的话 使用C++的桌面开发 然后跟通用Windows平台开发 这三个记得要点选 然后按安装 就需要一点时间 因为它装的东西蛮多的 过了很久很久的时间 那安装好的这个Visual Studio 那就可以把它关掉 这不用给它直接关掉就好 关掉以后呢 那我们也重启一下我们的Stable 连终端机都关掉 再打开它 那我们在启动的金针一段引数 Reinstall XFOMO 在这边加上全 就是一个空格 然后把刚才一个贴上来 然后按启动 这里不用慢慢保存 因为这个我们只是要Reinstall一次就好 那下次再进来 就不需要这个东西了 所以不用保存 那我们这个贴上以后我们直接起动 大家就会重新安装XFOMO 去找适合的版本 好 重新启动了Stable Degend以后 那我们就来看看要怎么运用这个厉害的扩充 那首先我先产生一张图 先用你的Trach PT的魔法咒语 帮我产生一张图 注意 因为它是一个换脸的工具 所以说它其实只是侦测你照片或图片上 脸部的位置把你的脸庞换掉 所以说如果说你这个要换的人 它其实是有一些明显的特征的 比如说它是光头 它是长头发 或是它戴着帽子 那你们就是你生成的这个角色 它其实就必须要先拥有这些元素 换出来才会像 好 那我就让Trach PT生成一个 光头帅气的 那这个咒语还没有拥有的朋友 如果想要到我下方留言 那如果是台湾的朋友 在下方留言以后 加入我频道的IG 那我就会分享给大家 那如果是中国的朋友 那就留言以后 然后加入我的私人微信 那我会用私讯方式传给大家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提示词 跟返向提示词贴到 贴过来 然后尺寸高度改成768 768 其他不变 那我们点开我们刚才安装的这个扩充loop 上传一张你想要换的脸 那我就先用我的脸做示范 这边点选启用 那其他都维持预设 我们就直接按产生 看看结果 好 那我们看到 他就是直接用我照片的脸 换掉了原本帅气外国人的脸 那他就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 可以直接将 将你生成突变的脸换掉 那不用是想要创造某个人物 你都必须要去训练出罗拉来 虽然说训练罗拉出来的角色 还是使用性比较高 夸达体也比较好 可是这个方式就可以应付一些 比较不需要这么好夸达体 或是一些比较需要时效的一些案子 就可以用这个换眼工具 非常方便的使用 至于图生图要怎么使用 那我们移到图生图叶迁 那我先上传一张我想要换的图 因为我个人想当这部片的男主角 已经很久了 那我就想把这个男主角的脸 换成我自己的 第一个动作呢 我们要用AI去分析这张图片 创造出这张图的提示词来 那我们就是选择这边 这边是有很好的工具 点了它 它因为AI去读取一张照片 然后就会把这张照片的提示词贴过来 你看它已经生好了 它就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 穿着传统的中国服装 我站在床前 好 那我们就先用这个提示词 我们给它一个最基本的反向提示词 最基本的就是不要不好的话 提高低分分率 来读取这张图的尺寸 那这边也一样 就会有一个按钮按下去以后 它就会读取这张图片的尺寸 所以不用你再去查它的尺寸 所以这是一个新增的一个很方便的工具 好 那我们就打开我们的扩充 选择我的脸 启用 那这边这个数字呢 当你这个图有很多角色的时候 那你就要去设定这个数字 它怎么设定的 你的图由左到右的角色就是0 1 2 3 4 以此类推 那譬如说我现在这张图有两个角色 那我想换的是左边 第一个角色 那就是0 那就维持预设的0 那如果说你想要把这女的换成你 那你就是把这个数字改成1 好 那维持不变 好 那我们来生成一张图看看结果如何 好 AI非常激薄 又帮我多伸出了两个角色 他利用这个提示词 也把这个脸换成了我 那它其实跟这张照片其实差异太大了 那我们要如何让身材照片跟这张照片更相似 那我们就要用到CtrlNet 那CtrlNet是Stable Depth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扩充 那之前的影片我有教大家怎么安装它 那如果不知道怎么安装的就可以 我下面下方的留言会再贴上那个影片的连结 大家可以再去看看去怎么安装这个超强的扩充软体 那我们选择CtrlNet 然后启用 然后完美像素 在CtrlTab这边选择 第一个选择Tab 那它就自己会载入预处理器跟模型 我们还要再附加另外一个CtrlNet的模型 那我们选第二个 然后也是按启用 完美像素 这是选择OpenPose 那OpenPose的功能是什么呢 OpenPose就是 可以去读取你照片里面 人的姿态跟脸庞的五官的角度神情 人的体态知识跟方向 那可能有些朋友会 它的CtrlNet就是只有一层没有两层跟三层 那要怎么去把这个打开呢 那就是到Menu这边 我选择这边有一个CtrlNet 然后这边有个多个CtrlNet 就是让你选择几个CtrlNet的数量 那一般选到3就已经够用了 所以这边可以改变数字 然后选成3 然后按套用设定 然后就可以了 我们回到图生图 那设定完以后 我们就再产生一张图看看 好 这次就很像了 大致上都维持了原本这张照片的结构 增加了一些细节 然后脸换成了我 姿态啊 角度啊 各方面都跟原本的照片是一样的 好 那可能有些朋友会说 AJR我想要保留照片原始的样貌 那我只是想把里面的角色换脸就好了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那我们就要用到Stable Position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图生图 然后局部重归 那我们把我们要修改图片上传 一样我载入刚才那张照片 好 那我们把我们要修改的脸遮起来 我读取照片的尺寸 这边有个重点就是 修复区域这边 我们先记得不要选择颈被遮罩 因为你如果选择颈被遮罩的话 他脸是换了 可是常常他换出来的结果就是 他的光线啊角度啊 会跟圆图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建议这边就是要选择全图 全图 然后这边都维持预设 一样我们打开Ctrl Net 然后选择启用 然后完美像素 然后一样选择Hide 选择第二个 然后启用 完美像素 Open Pose 你可以用Open Pose Face only 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One Pose Face only 那其实都没差 因为 腹耳就包含了脸 然后身体什么 所以说其实就 腹耳就可以了 再来就打开我们的换脸的扩充 把你要换的脸 好 一样我脸做示范 好 选择启用 那因为我们 我们遮起来的脸只有一张 所以这边就维持 陆色的脸就好了 其他也都不用动 好 那我们就产生一张看看 好 那就非常完美的维持原本 图片的样貌 然后只是把脸换成 你想要换的角色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 教导大家一个非常方便的扩充 可以快速有效的 在Stable Division裡面 创造自己想要创造的角色 就不用每次都花很长时间去训练 Laura 那虽然说Laura 还是有它不可取代性 因为 所以Laura所创造出来的角色 跨了你还是比较高 不然用心比较好 那影片的最后 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朋友 请赶快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每一次精彩的影片 谢谢大家 拜拜